第609章 互联网大会 小说都重生了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夜晚 黑色天空低垂 镶嵌了繁星点点 门前的灯洒落一片橘色的光芒 将草坪的绿草都染得有些昏黄 在酒会被灌了一肚子酒的江晴 腹中空空 于是拜托吴妈给自己做了个面 自打昨天下午 叔叔把自己交到书房私下里 让他去见冯世荣开始 他就受到了婶婶很大力的疼爱 晚上连主卧都进不去 现在已经被赶到了书房 小富婆被婶婶征睡 十点就被拉过去敷面膜了 就冯南叔那种 仿佛包了壳的主鸡蛋一样的脸蛋 竟然还需要敷面膜 江晴明白不了一点 他拿着筷子 突露着面条 随手翻动手机 查看着明天讨论会的流程 阿里的马总可是个演讲高手 他们明天有各唱对场戏的环节 自己可不能落了下风 姑爷 要不要蒜 不要了吴妈 晚上吃蒜胃不舒服 天不早了 您赶紧休息去吧 我等您吃完再睡 不用 我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没那么多的讲究 吃完之后 我自己把碗刷了 您去睡就是 江晴又突露了一口面条 我小时候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漫画 看饿了就起来偷偷找吃的 吃完后 立马收拾犯罪现场 金明如我妈都发现不了 吴妈听完之后 露出个慈祥的微笑 然后才解掉了围裙 去了对面的小楼 她一直觉得 能遇到大小姐的姑爷 很有福气 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她又开始觉得 能遇到姑爷的大小姐 或许更有福气 江晴很快就吃完了宵夜 把碗刷了 然后又回到客厅 打算歇会儿就去睡 目光却忍不住 瞥向了茶几上放着的那个红枫叶国际幼儿园招生简张 一眼 两眼 三眼 江晴在膝盖上搓了搓手 环顾客厅 猜测好像没人会来了 于是伸手拿了起来 随 认 辩 真 医 学 看 习 这家幼儿园的师资力量确实不错 老师的学历 也高得一批 园内的风景也不错 配套的设施也很齐全 但就像是小妇婆说的那样 那些兴趣课的安排 实在太卷了 音乐 美术 英语 编程 当情 我的天 这不得把江爱男泪哭啊 江晴点着嘴 把招生简章扔到了茶几上 接受不了一点 小妇婆八岁的时候从婶婶家被接走 后续过的也许就是这种生活吧 什么音乐 美术 钢琴和围棋 这也就算了 还有他妈的柔道和马术 冯南叔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快乐 才会对这个幼儿园的兴趣 辅导安排那么敏感 不想让江爱男也过上这种日子 一念即此 他脑子里就忍不住浮现出一个画面 那就是 他和冯南叔蹲在地上 看着一个牙还没长齐的小萌 冯娃 哪声哪气的叫爸爸妈妈 我靠 真刺激啊 跟郭子航喊义父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真神奇 不能想了 睡觉 江晴被刺激的头皮都抹了 迅速从沙发上坐起 回到了楼上 然后就见到了冯南叔 他正坐在走廊的沙发上 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真丝睡衣 因为轻薄柔顺 导致胸前的弧度饱满圆润 两只雪白的小脚 正踩在沙发上 脚趾动来动去 见到江晴上楼 全在沙发上的小富婆 柔柔地说了句 哥哥晚安 江晴也跟他说了晚安 拉开门准备进去 却发现小富婆盯着他 没有打算回去的意思 江老板想了想 又从客房退出来 俯身稳住了他的小嘴 把他的舌尖做得发麻 才松开 被亲完了的小富婆 像是喝醉了一样 脸颊红扑扑的 摇摇晃晃的回到了 婶婶的房间 一下子栽到了床上 秦静秋此时刚刚敷完面膜 正在梳妆台前涂抹精华 见到像是喝了假酒的侄女儿 眼神有些迷惑 你怎么了 男叔 脸颊那么红 发烧吗 江晴晴的 你 你这孩子 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 就是江晴晴的 冯男叔面无表情的 在婶婶的床上打滚 嘴里喃喃着 江晴晴的 江晴晴的 见到这一幕 秦静秋忍不住鸣嘴一笑 当笑容淡去后 眼眸里又忍不住闪过一丝怜惜 他真的很庆幸 侄女儿遇到的那个人是江晴 那小子虽然平日里没个正行 但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已经有了能抗衡冯氏集团的能力 这种事 一开始谁都没预料到 他曾说过 希望冯男叔嫁给一个普通人 说白了就是避 避开段隐那个女人 避开那个没有心的爹 安安心心去做一个普通人 毕竟以男叔的性格 他是不敢争 也不会争的 尤其是段隐的手段很高明 哪怕真争 也未必有胜算 但现在不一样了 江晴绝对不会再让他受委屈 那冯世华让他去见冯世荣和段隐 说不定是件好事 有些事情不是避开就行的 秦静秋更希望侄女受到的控制和伤害 可以千倍万倍的还回去 而江晴说不定真的能做到 蓝叔 要睡觉了 哦 我去和江晴说完 你刚才不是去说过了 再说一遍 一日 赏情白日 互联网大会正式召开 江晴陪着小富婆吃过早饭 从湘堤别墅离开 应邀出席 在门口挂上了承办方准备好的青年企业家 拼团总裁的胸牌 迈步进入到会场当中 会场最前方的那一排 是官方部门的重要官员 第二排则是马云 马华腾和三大通讯运营商的总裁 等一众互联网产业支柱 江晴坐在第三排 而同在第三排的则是雷军 刘强东 丁雷等算是圈内新贵的存在 冯世荣作为投资人被安排在西区第六排 他的侄子段文昭昨天来蹭了酒会 但正式的讨论会 他就没有资格进来了 现场的镜头 从一二三排一次扫过 画面被时时同步到了前方大屏幕 当江晴的脸被扫过的时候 现场忍不住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 坐在中前区域二三排的人 都是互联网商业领域的巨头 而江晴在他们中间 真的是年轻到有些耀眼 此时 西区第六排的冯世荣忍不住看了过去 虽然同属的行业不同 不过以资产规模来看 拼团其实距离冯世集团还差一些 但要是论其手中的资源 社会地位 拼团却远高于冯世集团 说起来 江总和我女儿的年纪 好像差不多 冯世荣忍不住默念一句 接着就听到了大会开幕的音乐声 互联网大会是官方举办的会议 很正式也很官方 前面的环节都是领导 在阐述行业发展 以及对外来的展望 比如什么互联网建设规划 互联网安全监管 技术应用的发展目标与方针 这些话题都是老生常谈了 不过用作开场白还是不错的 而整个大会的最高潮部分 则是在四具技术宣布商用化的环节 这个传闻其实在业内一直都在流传 但今天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而这个消息的到来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会有一场更大的互联网风暴 08年 三具技术商用 智能手机行业开始磅礴发展 无数企业开始转型移动互联网 短短四年的时间 三具时代结束 四具时代到来 所带来的变革绝对不会亚于 三具技术商用化所带来的效果 冯世荣听着听着 就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变革意味着机遇 这对于飓风投资来说是个好事 不过未来的路怎么走 互联网的发展走向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互联网巨拨 在四具时代能否继续占据优势 新的风口是什么 行业形态会怎么样转变 整个会场 除了无形中带着外挂的狗 谁都不清楚 四具技术商用宣布之后 移动公司总裁上台 开始讲述四具商用的发展战略 以及流量增速详费的决定 随后是马云上台 讲的则是信息科技的创新与未来 马云后面的是江晴 他作为互联网商业最年轻的行业代表 讲述的是新时代创业之路 与创业者应有的理想和目标 演讲结束之后 在主持人的安排下 江晴和马云进行了台上对话 整个场面之中 江晴都脱离了一身苟气 变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青年企业家 小富婆也就是不在场 在场的话 肯定要被迷死 因为此时的江晴 西装革履 自信而强大 哪怕面对马云 也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更加的意气风发 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哪怕他的声音并不激昂慷慨 但每个字都仿佛掷地有声 我从来不碰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拼团的出现 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 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最后悔的事情 其实就是创办了拼团 我明明只想做点小生意 如果重新再来 嗯 我会选择当一名乡村教师 去教书育人 做一名伟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眼见着江晴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本来还翘着二郎腿的马云愣了一下 然后眯起眼睛 脑袋上一堆问号 求月票 我二 本章完 第610章 帅朋友 总得见公婆 小说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马总这次的发挥 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啊 这可不像他 是啊 像是被对方忽然压制住了一样 我倒是没想到 江总年纪轻轻 竟然这么能装逼 还他妈对钱不感兴趣 够劲 真他妈够劲 互联网大会第一日总体会议上 江晴总结了 马总多年的名场面 经据评出 搞得马总有点应接不暇 马总总觉得 江晴说的是他的词 但是没有证据 而当他们的台上对话结束之后 时间就来到了下午两点多 整个会议的流程都差不多全部走完了 在一位老领导的总结发言之下 第一日的会议宣告结束 众人纷纷起身 活动着规矩了半天的手脚 向着场外走去 第二天 还有分行业的讨论会 第三天是互联网家的创业项目比赛及闭幕室 不过场面最大的就是今天 至于明后两天的分论坛 像马云 华腾这样的 本尊就不会到场了 只有到闭幕室才会再次露面 江晴此时也从座位上起身 提起半首里离席 然后就被好几个记者拦住 麦克风差点捅到了嘴里 江总 拼团的下一步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四句时代的到来 对于拼团来说 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江总作为最年轻的企业家 有没有什么话 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的 江总 您真的有态度吗 应付记者的回答 其实也是这次互联网大会的一个非正式 但却很重要的环节 江晴耐心回答着问题 把调子唱得很高 其中的话半真半假 比如是的 我确实有一个太太 江晴说完这句话 自己都迷惑了 也不知道这句话 算是真的还是假的 骗人了 但是没全骗 刘强东和雷军 此时还没走 也在接受媒体采访 此时找到了空隙 朝着江晴走来 江总 晚上记得一起过来吃饭 江晴转头看着他们 才刚刚认识 就去蹭刘总一顿饭 怎么都觉得不好意思啊 刘强东摆摆手 哎 江总倒是不需要这么想 说实话 本来这顿饭是我做东的 但是临时有位投资人跳出来 想攒这个饭局 我也就成了个 吆喝着大家吃饭的中间人了 另有奇人 对 冯氏集团的冯总 近段时间刚刚回国 你可能不知道 这家公司很有钱 但是前段时间业务有所变动 现在正处于减负转型的阶段 手里有大笔资金 想往外头 江晴愣了一下 有些困惑的看向刘强东 发现对方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 他是没想到 冯氏荣也会来这里热闹 还要请自己吃饭 但仔细一想的话 倒也合理 互联网商业 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机遇 冯氏荣既然回来重掌冯氏集团 手下的几家公司 都百废戴心 肯定不会的错过 能够结交企业家的机会 而最赚钱的互联网老板 此时都聚集在这里 不过他倒是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冯氏荣可能并不知道 自己和冯男书的关系 只当自己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这倒也不奇怪 因为冯氏荣对冯男书 本来就不上心 他可能 连女儿大姐了都不记得 也不可能把江晴和他的朋友对上号 不受待见的王妻之女 在路边捡了的大帅哥 最后会成为国内商业的搅闹风云者 这着实有点爽闻了 这要是真的在一起的吃个饭 该怎么介绍 老邓你好 我是你的爵士坠婿 江晴吃笑一声 眉毛忽然间一挑 又想起冯氏荣昨天说过的话 表情一点点愣住 不对 怎么会是今晚 叔叔昨天明明说 他已经给冯氏荣打过了电话 今晚要去蛇山庄园拜访一下 给的理由是冯男书的好朋友来互上了 打算和男书一起到他家里吃个饭 而冯氏荣也答应了 说会好好招待 此时却忽然又多了一个由他做东的饭局 他一个人总不能劈成两半 那么他要去哪个 江晴想了想凑到刘强东的耳边念叨了一声 脸上流露出一丝歉意 江总说什么 去还是不去 他说他晚上要去拜访一位长辈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赶得上的话就来 赶不上就找个时间 专门摆个酒局请回来 江总这个人倒是实在 那也行吧 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 强东点点头和雷军一起迈步离开了会场 出门之前还看到马总斗志昂扬地面对着媒体 颇有一种刚才吵架没想好怎么吵 现在面对媒体要重新发挥的感觉 下午三点钟 户上的天气稍稍阴沉了一些 似乎有雨正在酝酿 江晴从会场回到了湘堤别墅 喊了好几遍冯南叔 没引来小富婆 引来了吴妈 姑爷 大小姐和太太去逛家具城了 要晚饭前才回来 哦 这样 那叔叔呢 先生去话剧社了 今晚有场演出 也是差不多的时间 好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 江晴打着哈欠上了楼 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他昨晚其实没睡好 因为冯南叔本来已经回去了 又忽然跑回来 重新说了一句晚安 这就导致江晴又把他抱在怀里 吻了他半个小时 结果反倒把自己搞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螺旋升天到半夜 此时终于把缺了一半的叫补了回来 等到睡醒之后 秦静秋和冯南叔已经回来了 正在主卧打扮 而叔叔则在客厅里等着 江晴 准备好了没有 当然了说 看 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江晴刚洗了把脸 此时正坐在沙发上醒神 听到询问后 随手指了指沙发旁边的那个小袋子 上面写着互联网那个大会伴手礼 冯士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实在买不了 其实不带礼物也行 这个倒不重要 只是说 你确定我能见到南叔的爸爸 当然了 在征求你同意的那天晚上我就给大哥打电话了 他很欢迎你们 不过 我没说你是南叔的男朋友 就说了是大学同学间朋友 冯士华以前去见秦静秋的家人的时候 也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的 这样的做法有个好处 那就是 哪怕对方对你不满意 也不会说些不给面子的话 毕竟 人家是朋友啊 江秦看着冯士华 叔 你那天晚上不是挨揍了吗 还有心思给南叔的爸爸打电话呢 胡说 我哪里挨揍了 我只是和你审审距离力争了半个小时 那您确定听清了 他这么忙 今晚不会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冯士华文生摆摆手 我虽然和大哥说的 是要带着南叔的朋友去见他 但话里话外的 也暗示了 你是个男生 大哥不蠢 肯定知道你是南叔的男朋友 咱就是说 还有什么比女婿上门更重要的事情吗 江秦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心说 今晚能不能见到 还真的未必 冯士华此时 递给江秦一支茶杯 紧张吗 江秦摇摇头 不紧张 帅朋友 总得见公婆的 我的意思是 我心里素质很好 冯士华笑了笑 我当年去静秋家的时候 紧张得不行 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 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南叔去你家的时候什么情况 江秦忍不住仰起嘴角 其实南叔还没正式登门之前 我妈就已经知道他的存在了 为什么 我带他悄悄回去过一次 结果我妈刚好下班 在楼上撞见了 而且我手机壁纸也是他 当天晚上 我就被他们两口子审问了一番 问南叔是不是他们的儿媳妇 冯士华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那南叔是什么时候正式见到你爸妈的 江秦稍稍回忆了一下 大概是两年前的除夕夜 我带他去放烟花 知道没人陪他吃年夜饭 就把他带回了家家 冯南叔紧张得像个 被大狗熊盯上的小兔子 一整个瑟瑟发抖 后来呢 后来他好像知道我妈宠他了 就很嚣张了 还敢自己下楼放二踢脚 很能做 去年春节 他都不满足在地上放了 让我给他拿着 我说疼 他说他不信 冯士华忍不住笑了两声 这和小时候胆小的南叔 倒是一点也不一样 江秦喝了口茶 叔 有没有可能是他小时候也不胆小 但没人疼他 两个人回忆着从前 就听到的楼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冯南叔打扮得很精致 除了淑女裙 波浪发之外 还戴着精致的耳坠和项链 原本就无暇的脸上略失淡装 简直就是个迷死个人的白富美 不过他的表情略显紧张 下了楼就粘在江秦身边 江秦攥住他的小手 我要假装你的男朋友 去你爸和你后妈面前 给你撑腰去了 那我也可以假装叫你老公吗 江秦看着他 你好像很懂假装 冯南叔眯起眼睛 仿佛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本章完